你追不上我 小伙子追倒了 小伯 你追不上我 你追不上我 抓住了吧 小伯 你怎么了 来 小伯 这会 intelig 这会散步 顺便谈点事 这风景多好啊 散步 顺便谈点事 那边有间小屋 是我送给蝴蝶的 要不要去参观一下 是吗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有间小屋 应该是一挺美的事 那好吧 那下次 我就带大维来参观一下 对不对 对对对 这这么美 我肯定还会来的 叔叔 我昨天梦见你和我一起吧 好 美美好 下次我见着你 一定给你带好吃的 你可以出院了啊 只要回去多加休息就行 我先把你这几天要吃的药先开一点 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 马上回来就诊 而且医院发现你有抽烟的习惯 而且抽得挺凶的 我跟你说 你从现在开始 你这烟一根都不能抽 如果抽了那些相当于在自杀 这不是下午 好 谢谢医生 那我这病是不是很难根治啊 难治倒不难治啊 放心 没问题 你就要按时回去吃药 这几天都困你先生了 他不是我先生 他是我同事 可你这同事比先生还尽职啊 谢谢你啊医生 没事没事 走吧媳妇 嗯 好好吃药啊 嗯 这第二场演唱会 要去掉双鱼这首歌 成为真正的新歌演唱会 我不同意 双鱼是我的代表错 如果去掉这首歌 就等于去掉了演唱会的灵魂 灵魂 这不是灵魂 是不伦不类 总之我不同意 白一鸣 这是我的演唱会 这是公司在给你办演唱会 合作上写着的 你要听公司的 你拿公司来押我 如果我拿自己押 你就更不像话了 这是公司的歌舞厅 咱们公司分明 胡蝶 别老跟我作对行不行啊 刚才惊喜宝在我是给你面子的 我不需要你的面子 我必须要唱双鱼 你是忘不了他吗 你怎么了 吃醋了 我吃什么醋 总之不能唱双鱼 双鱼和马丁作曲的歌格格不入 好吧 我让陶大为来演唱会现场 他在我才有底气 这我管不了 你也别恨我 我听说我 不唱双鱼是公司的决定 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你不就是公司吗 我说我是公司的时候 我就是公司 我说我不是公司的时候 就是白衣鸣 明白吗 你可真精明 错了 是聪明 是 我不是公司的 我会是操作的 我才会看到 这个事情一直是我 承接 事实上 应该没能够 没能够 忧似的 我 我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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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 their hands and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可以做一个简要的报道 蝴蝶的演唱会和专访 他们不打算做 你跟他们说不会让他们白来的 我想这一点他们应该知道的 你啊 没法听这歌 我没法听 你再听了 啊 难听死的 有了 这歌太难听了 你再能唱下去我们都要睡着了 想听死 为什么老人都不唱情练好不好啊 我没法听啊 我没法听 好 我没法听 胜败你的冰掉尝试 你以前太顺了 这次不成功 以后可以翻身吗 你错了 我从来没听说过 谁输了以后还能翻身的 我想过了 我该谢幕 那你有什么打算 你现在能不能不跟我说这些了 让我安静一下 陶大尉为什么没来 你去问他自己吧 他不是海上花的乐手吗 是的 可是他突然请假了 我看他今宅 我们想选择 我看他 你真是 我呢 散场了你还来干什么 说好了莱天阁居然你敢不来 你现在还有我吗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 你明明知道 你在与不在对我而言是不一样的 你什么意思 没意思 海上蛙没有酒喝吗 你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喝酒 你看看你 还像个人样吗 再这样下去 总有一天你会死在酒里 死在酒里我不用你管 我一片苦心肺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们进去去说 走 我 我不去 我告诉你啊 你不小心把一切都给丢掉了 回去做你的白太太多好 听话 大伟你跟我进去 走啊 我干什么呀你这儿真是 这儿真是 算了你呀 这儿真是 你满意了吧 好 夫人 你要保重身体啊 能不能不喝了 滚开 好 我滚 我滚 胡爹 别难受了 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来 当年战国勾剑 输得只剩自己了 后来不是照样东山在起 勾剑 我不要做什么勾剑 退一万步说 你也没有输 你拥有玫瑰庄园 你可以相夫教子 安居乐谍 算了吧 别光捡好听地说了 我问你 你有没有去找过大卫 为什么大卫突然之间 对我会这样 一个弄堂里走出来的 三流作曲家 心高气敖 你以为他会怎么对你 好了 白衣明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 大卫和我吵成这样 你满意了 酒吧 酒吧 阿姨 你别哭了好吗 美美带你去当秋千 可好玩了 你必须马上辞退桃围 她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子 我不能再容了 别问什么 也别说什么 照我说的做好 那我总得给她一个理由吧 人家干得好好的 总不能让她走就走吧 按照这样的话 我还怎么管理海上花呀 理由 我给她的理由就是没有理由 我对她感冒 看她不顺眼 对她不舒服 这些理由还不够吗 给她三个月公司让她滚 白老板 你很小气 对 我很小气 你按我的小气去做 让那个大气的陶大为 回家里打气去 干嘛呀你 医生说过你不能让我抽烟了 我烦 烦也不能再抽了 就这么定了吧 胳膊是拧过大腿的 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归宿 是你硬把我拉进来的 不过我还得谢谢你 你说这话 那就见外了 你还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呢 新的生活 谈何容易啊 我现在已经是人家 感情生活中的小丑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不由自主 我还是喜欢她 喜欢蝴蝶 我只是舍不得海上花 我对这儿有感情 没有不散的宴席 又不是生离死别 以后还有机会见面 西宝 我 大为 黄老板 有两位你约好的客人站呢 好 好 黄老板 来 放场 金小姐 欢迎啊 黄老板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 这位是 作曲家陶大为先生 双鱼的作者 山海滩最著名的作曲家 黄老板都知道了 那我就不介绍了 大为啊 这位就是 我经常跟你提起的 黄老板 黄老板 你好 幸福幸福 来 请坐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金小姐 陶先生 你们二位今天是 黄老板 大为他写了一些新歌 不知道你们唱片公司 有兴趣吗 新歌 来 金小姐 他们借一幅说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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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小姐 和你实话实说吧 陶先生的事啊 你们大家都知道 陶先生和白一名不合 因为他就是和白先生作对 本来我可以找个借口推脱的 但是看陶先生为人忠厚 索性就把事情揭开来告诉你 以免你以后再走什么冤枉路 我知道了 那谢谢你黄老板的提醒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好 好 你得罪了白一名 他可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有头有脸又怎么样啊 不就一白一名吗 有什么呀 可你现在很难立足啊 难立足怎么样 跟他一样呢 活着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得罪他呀 得罪他又怎么了 道理我比你懂 懂得到道理有什么用啊 好 好了 那你就送到这儿吧 哎 按时吃药啊 不能再抽烟了 这药太贵了 等我买不起药的时候 我就不吃了 放心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要不按时吃药 你就不是我的朋友了 谢谢你啊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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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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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命不好 我也没办法 好 好 阿姨 你能不能陪我玩一会儿当秋千 好 晓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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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佼佼 不知道 刚才来了几个人 他们什么也不说 就开始砸东西 我让他们别砸 他们就把我推倒到地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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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妈妈的像 像给扯了 爸爸他给他弄上 好 高先生 高先生 我看唐大为 把蝴蝶小姐撕了的那张海报 又给拼回去了 后来 后来 后来唐大为又咕咚一下摔了个跟头 小山 到此为止吧 弄出人命 就不好收拾了 好 好 谢谢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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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 你怎么了 爸爸 爸爸 爸爸你怎么了 爸爸 你怎么睡在地上啊 爸爸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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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那些坏人 他们怎么老是欺负我们啊 晓晓 晓晓 不怕 有爸爸啊 爸爸喝水 谢谢乔晓 乔晓真乖 爸爸 瞧瞧担心你 没事 爸爸没事 爸爸身体好 坏人打爸爸 爸爸不疼 好 是亲妈 回来了吗 我听出来是亲妈的脚步声 你 大卫 没事吧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知道怎么会这样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是谁干的 谁干的都有可能 可不管谁干的 怎么会有原因吧 是不是你干的 你记恨他 你是在跟你的老板说话吗 你还像个男人吗 你居然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 我警告你晓晓姐 说话要说清楚 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你是不是不想让陶大为活了 你不仅让他找不到工作 卖不掉歌 在上海滩也无法立足 你还在肉体上摧毁他 是因为他得罪了你 你有钱是不是 你说话很不礼貌 我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白一鸣 我要辞去海上花经理的职务 你另请高明吧 既然你这么说 我只能同意你的请求 是凤凰总会祈祷高知 我祝福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小山 小山 大为 我怎么了 没怎么 我又把你送进医院了 来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没事 来 喝点水 精细包有没有问题 没事 我看着他醒过来 挺好的 我还是有点担心他 他又不想让他难做 可他现在提出辞职 让我欺负南下 我也只好答应 哥 他真要是离开了海上花 对海上花不是什么好事情 这女人虽然倔 但做事还是挺有一套的 没有他精细包 海上花照样恐怖 他随时可以出院 他随时可以出院 不过他的病情 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我不是嘱咐过你了 一定要小歇 让他开心点啊 有生活规定 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患的症状肺炎会经常进来 发烧花热啊 呼吸气速还有卡洗盘 你就让他好好休息 好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那他的病会不会有危险呢 微不危险 这病分很多种 他患的是最严重的一种肺炎了 有可能会导致急性的呼吸衰竭 我这么说的意思 也就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除了吃药以外 现在还没有其他有效的办法 我看得出 虽然你不是他先生 但是你给他先生还要好 而且我再要提醒你的是 这药不能断千万不能 好 医生 医生 什么 您的意思是 你还不明白 那我告诉你 第一 他时间真的不长了 乐观一点的话 他要两三年的时间 悲观的话有几个月了 第二 我跟你说 你就让他好好休息 心情一定要好 多吃清淡的 在一般不说刺激的情况下 他跟平常人是没有什么样的 难道 难道没有手术的可能吗 我们为他做了全面的检查 他的病真的非常严重 已经出现心理衰竭的症状了 我跟你说过 对于肺炎这种病 现在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 请你不要告诉他 他太年轻了 放心吧 我只告诉你 席宝 席宝他为什么要辞职啊 有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个位置 小丽 小凤 他们各个认为自己能胜任 谁知道 头脑发热吧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没打算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不幸少了个惊喜宝 地球不转 黄浦江水不流吗 让我去吧 什么意思 在白老板那儿混口饭吃啊 让我来经营歌舞厅吧 你有兴趣 白一鸣我告诉你 我的演艺生涯已经完了 我不经营歌舞厅我能干吗去啊 就这么慢慢地等死 既然这样 那过两天就交接一下 海山花以后就交给你了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交接完了 老板娘 海山花以后就是你的了 西宝 大魏他还好吗 今天是你第一天营业 希望生意会不错 西宝 大魏他还好吗 我不是大魏 他好不好 你问他自己去 我走了 西宝 我走了 你走了 我走了 你走了 你走了 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 白一鸣他可以欺负我 但他不能欺负乔乔 不能欺负你 你别太激动了 是我自愿的 我不信 你和白先生预约了吗 你不能进去 小李 你出去吧 你是找我打架的吗 我这儿人多 一人一口唾沫 对你来说就是黄浦江了 我不想打架 你找人在金西宝楼下 打过我一次了 无中生有 证据呢 陶先生 你现在离开海上花了 对我来说就是客人 我应该 先请你喝杯茶吧 你还想要证据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 忠厚善良奔得像头驴就可以欺负我 陶先生这么说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奔驴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我是来和你对账的 有些账是要两亲的 你欺负我我忍了 可你的人欺负了乔乔 让他受委屈我不答应 你个大男人 把金西宝起得住进了医院 我也不答应 那你想怎么样 我这儿有保镖 还有像高小山这样 打架不要命的人 要不 我让他们来陪你啊 哥 哥 别 别过来 别过来 你出去吧 高经理 贝先生他 滚 走走走 你小子真小子 滚 来 快 乖 快 快 谁包的 金银 反正我没包 要不是小李包的 好 下 看来 你得被关起开了 伴侣发起 倔皮下来 就这样 就这两下了 太自不量力了 就应该把它关起来 我关到它长继续为止 曹大伟 家庭接见 快点 快点 乔乔 爸爸来了 快叫爸爸 爸爸 爸爸 乔乔想你 乔乔来看你喽 乔乔 你瘦了吧 你可不能瘦啊 瘦了爸爸会心痛的 大伟 我不会让乔乔收下去的 你放心好了 我就是担心你 我没事 过两天就能出去了 我和白一鸣打了一架 我记得我多打了一架 你呀 就像个孩子一样 喜宝 你乔乔就拜托你了啊 白一鸣让我在这儿体验体验 我不怕 没事 听说你把陶大伟弄到警察局去了 白一鸣你真有能耐 我佩服你 是他自找的 我要是告他影响贸易公司正常运作 他就是把自己卖了也配不起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你真是太嚣张了 仿佛这个世界都是你的 其他人全是蚂蚁 你举起一个指头就能把别人按死 放心吧 他要是真打上门来 我倒认为他是条汉 我只不过想让他尝尝铁窗的姿务 难道你想让我明天 坐在警察局的门口吗 你可得想明白了吧 趗大伟 起来有人保识你 李温宝是我 对啊 我告诉你 唐大尉 其实我这人特别喜欢大家 但是现在身份和地位 也不一样 我们白总挺欣赏你的 所以保释归保释 打架归打架 两码山 我这头奔驴挺倔的 既然住进来了 我准备在这儿待足十五天 你的意思是 愿意喝了这罚酒 海上花不是已经把我辞退了吗 反正也没工作 在这儿白吃白喝挺好的 好 尊重你的选择 你就待在这儿吧 每天数着手指头过日子 蝴蝶问你好了 他本来想来看你 但是他觉得尴尬 因为你是找我打架才没关起来的 所以他就没有我们 还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 蝴蝶不能在你那儿住下去 你什么意思啊 我要把蝴蝶接回去 我怎么会把蝴蝶给你啊 你是蝴蝶什么人 有什么资格抚养蝴蝶 我是他舅舅 当初 蝴蝶自愿给我住的 我是蝴蝶的亲生父亲 难道我没权利把他接回去吗 白一鸣 你不能这么绝吧 你不能把他带走 你不把蝴蝶给我也行 我去法院告 到时候 你就不止待十五天 你可能会在监狱待一辈子 好 妈 有事啊 有戏 美美 就出去玩 玫瑰庄园不在瓶颈 我妈 你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从我这儿拿走了 白花花的大洋 代价就是还白一鸣一个安宁 怎么了 他不安宁吗 那封信 是不是你写的 我没有写过什么信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自己也觉得 这事应该到此为止了 好 这件事情我会查的 如果查到的不是你 我会好好地请你喝茶 向你道歉 如果是你干的 那你一定很惨 怎么样的惨法 你想象不到的惨 白一鸣在上海滩能呼风唤雨 作为他的管家 也弱不到哪里去 对不起我没有来看你 我很难面对 以这样的行事来跟你见面 没关系 看到那封车了吗 乔乔曾经说过 封是彩色的 这封果然是彩色的 这封是彩色的 我太θεada了 command 快是彩色的 us 拿一下 你还真是彩色的 白一鸣 emperor 好了 你怎么理成的 都不是我 Sendina 真是大匚鳔 安全起来 我说了 你全危ble 自由的 北一鸣他是疯了 他怎么能这么做呢 大卫 乔乔是你养大的 你是乔乔最亲的人 这我就放心了 我舍不得乔乔 我知道 大卫 下一个 大点胶 下车 来 上车子走 来 上车子走 上车子 这个玉米 现在才能吃到 穿一顶 然后在泥土的